明天开始上班了 我们准备回天安了 我约母又给我们拿这么多东西 还拿袋啊 还装啊 媳妇 走吧 走吧 拜拜 拜拜 我跟大胖回来一次 拿了这么多东西 因为在天安那块 买咱们中国的食品不方便 所以就在这边买了 最后是我一个人走过这片海 看着谁 在对岸留下一句对白 听见爱 我跟大胖回天啊 是一百二十公里 她在开心 两个小时左右 最后再也看不见有你的那片海 是谁在许愿品里写满了悲哀 是我捡起了悲哀 换来了伤害 也许是我不该等你 是你不该回来 原本浪漫的邂逅 变成了无奈 我们真的不会彼此拥抱 转身再离开 只会冷冷的静静的不说话 停在那发呆 我有多爱你 你有多爱我 其实我们都说不出来 我们再也不像从前那样 舍不得伤害 而是说出了最恨最痛的话 然后say goodbye 你忘记了承诺 我抛弃了最爱 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爱着就分开 终于到家了 我跟大胖回来这一路 一直探讨一个问题啊 我每次开车回来 一百二十公里 每个月来回跑四次 所以也觉得换份工作比较好啊 然后每个月有钱 还得搭进去将近二十万 主要是上夜班吧 对身体不好 你现在年轻 感觉不出来 等你过几年 你看看 但我有点舍不得这份工作呀 我来韩国十年了 在这块上班就快五年了 挺满意的 那你还能在一个地方干个十年二十年呢 是不是 你有得必有失 当时买房子吧 主要是 买圆了 你怪我呢 没有 那在这边买呀 在这农村买呀 你假如说你到时候也是 你不可能在这干十几年吧 你等走的时候呢 你房子在这买了 你还卖呀 这边都卖出去我告诉你 那我也有点舍不得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我说的对不对 我俩每个月回富川的油钱就将近二十万 主要是咱俩每周都回去 是 然后每次开车回去回来都得花将近两个小时时间 然后再在天安租的这个房子每个月是十五万 然后加上油钱的话就将近三十五万了 对啊 然后再还有保重金呢 两千五百万 那那个钱干啥不行 昨天我和我岳父岳母也商量了 说是 把这个房子如果退了的话 我在那个富川市场 想做小吃咱们中国的美食 然后我岳父岳母也不太看好 因为啥呀 现在本身因为疫情 很多饭店都干不下去了 然后你在这个节骨眼 本身你现在还有外债 你再投资去开店 那投资少吗 三四万块钱就开了 现在其他行业不错 就饭店不好干 那一批打工墙 不是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你好好想想便可能一头发热行不 我这是一头发热吗 我都商量两次了对不对 我是不看好 然后我跟我爸我妈也说过 我爸我妈呢 让他们干他们也是放不下现在的工作 因为这个到底是赔本买卖还是能不能赚 谁也说不好 你不尝试谁都不知道 是我现在想的是在这个房子退了 咱们上富川 好好研究研究 是在那边再找个工作呀 还是干什么 就假如说你摆摊也是 那个富川那个摊位不便宜 你别看那一个五平方的房子 它有租金再加上押金 韩国还有那个叫困利根 就是好地盘那困利根就更贵 我都查过了 之前我在富川就看好一个项目 做咱们中国的熟食 然后我媳妇当时不同意 现在别人干了 生意老好了 然后我现在又看好一个商机 就是在富川市场做咱们中国的美食啊 因为那里边中国人也特别多 然后投资又小 总之比打工强吧 但是我媳妇现在又是不太看好 说现在因为疫情啥的 要不这样是的 咱们先考察那个店铺看看多少钱 然后如果不行的话 我就在富川找一个长外班的工作 但我得先把工作还得联系好了 我这边才能辞职 要不在韩国这么干呆 呆不起 必须得挣钱 是吧 所以说都考察好 看看行不行到底 便一头热 如果行的话 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干 可以 但是我就告诉你啊 你在那边做白摊的话 那就是辛苦钱 能不能干 辛苦有打工辛苦啊 我告诉你摆摊 你看着容易啊 他起早摊黑的 早上起来准备东西 我都打听好了 到时候我俩研究研究吧 看看到底怎么办 好了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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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